我现在在海边小镇蒂伯伦 我们要从这里做轮渡到天使岛 蒂伯伦在西班牙语中就是鲨鱼的意思 看后面这个雕像非常像鲨鱼的鳍 看这图片上的房子如果还在这儿 就大概有一百年历史了 我身后的就是天使岛 一会儿我们要坐船登上去 我们这就到天使岛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客中心 我们要走到这个美国移民站 至于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美国移民站 后面我会来讲到 这个岛在1891年的时候 其实用作一个美国的隔离站 当旧金山有鼠疫瘟疫之类的 就把它直接拉到这个岛上来隔离 可以认为这个岛在100多年前 是一个方舱医院 这个岛上据人口统计间 还有57个人住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美国的移民站是1910年建立的 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这样导致中国人并不能合法的进入美国 这样就出现了黑市 因为唯一进入美国的途径就是通过 证明自己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 黑市就是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 通过一些文件证明这些想要来美国的中国人 是他们的儿子女儿 在1910年建立了这个移民站 导致所有从旧金山想要入境的外国人 都会经过这里 这里就是以前的码头 是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步 但是欧洲人日本人相对来说只是待个几天 但中国人会在这里待很久 他们接触无数的审问 使很多人精神崩溃 这里就是以前的人的住宿 就看这边是六个人可以住在一个上下铺上 看这边就有一些诗作 木屋居留几十天 所求茉莉至千连 可惜英雄无用武 只听音来侧祖遍 从今远别此楼中 各位乡君众欢同 末道其间接西式射成玉器 遍竹笼 看到这些诗歌 可以感觉到 关在这里的华人 他们深深的恐惧 焦虑和无奈 一共在墓墙上发现了 220首中国诗 他们把内心的想法 永远的留在了这些墓墙上 这个感觉是以前的浴室 看这里就是这些人来这 会被问到的很多问题 以及他的档案 这里将近住了一百多中国男性 而原本房屋设计 只是给25个人住的 这是他们以前的书房 还可以在这里打提当球 国语课本 感觉这里是以前执法者的房间 看有些景观 在这里还有种族隔离 大概欧洲人 中国人 日本人是分开来的 这是亚裔男人的活动小院 他们可以在这个围墙内活动 但是大家看 欧洲人的活动就这么大 华裔 亚裔只有这么点 看这里原来有很多房子 不过1904年大火都给它烧掉了 这个移民文化墙是由移民的后人捐赠来纪念这段历史的 别井离乡漂流积木屋 这段历史应该被每一个在美华人所知道和铭记 大家看了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给我留言 今天我们去看了一些比较沉重的历史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过点赞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